1月14日 在中国农历鬼卯兔年春节即将到来之际 中国国务院乔办主任陈旭在北京发表新春贺词 向广大海外乔包和归乔乔卷致以节日问候和美好祝愿 亲爱的乔包们 朋友们 春寇签文 传家训 神舟万里 崭新言 在这辞旧迎新之际 我仅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乔务办公室 向广大海外乔包和归乔乔卷拜年 衷心祝福大家 新春快乐 兔年大吉 陈旭表示 回首新时代的十年 中国开创了经济社会全面进步 全体人民共同受贿的好时代 它凝结着全党 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奋斗 也饱含着广大海外乔包和归乔乔卷的智慧心血和无私奉献 你们为中国经济砥礼前行 辛勤打拼 为中外友好合作 搭桥铺路 为促进中国和平统一 不懈努力 为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 倾力奉献 汇聚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强大和力 每逢佳节被私钦 陈旭说 国务院侨办密切关注疫情反复延宕 和国外局势动荡给侨胞们带来的影响 加强关怀慰问和救助帮扶 及时帮助身处困境的侨胞 撤离安置 保障海外侨胞生命财产安全 我们围绕桥界极难筹判问题 不断完善社侨政策法规 加强云端建设 海外侨胞出入境 居留更加便利 远程办理社侨事务更加顺畅 我们搭建平台 优化服务 支持海外侨胞 深度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等国家重大倡议 将自身发展融入中国式现代化进程 我们支持海外侨胞扎根并融入住在国社会 广泛深入开展合作 举办丰富多彩的文化交流活动 传承弘扬中华优秀文化 推动中外文化文明交流互建 拉紧中外友谊的纽带 陈旭说 国务院侨办作为海外侨胞和龟桥侨卷的娘家人 将始终坚持以人为本 为侨服务的宗旨 把实现好 维护好 发展好 广大海外侨胞和龟桥侨卷的根本利益 作为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不断加强和改进侨务工作 全面贯彻落实党和国家侨务政策 结成做好各项为侨服务工作 也希望广大海外侨胞 龟桥侨卷 把握好中国构建新发展格局 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战略机遇 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 踊跃贡献智慧和力量 向世界讲好中国新时代的奋斗故事 让中国梦与世界梦相融相通 贺词最后 陈旭再次向海外侨胞和龟桥侨卷拜年 让我们带着对彼此的惦念 对未来的期盼 共同迎接鬼卯兔年的到来 一起拥抱美好而精彩的一年 衷心祝愿明天的世界更美好 明天的中国更美好 祝大家事业兴旺 合家幸福 身体健康 万事如意